中环球网3月21日远远今日俄罗斯的消息,特朗普在一次面对媒体强调,美国很快就会彻底消灭IS组织。 他形势淡淡地表示,消灭伊斯兰国的时间,就是今晚,然而把组织重碎死为将,特朗普号称今晚击败IS,其客信度显然比较低。 IS组织虽然狂妄,但是,其中不乏一些聪明或者说狡猾的恐怖武装伴子,这些人绝对不会坐以待毙。 此前战士对IS不立时,就有消息指出许多恐怖分子,分散逃亡到中龙各国。 除了去中东的,还有相当一批武装人员逃窜进入中亚地区,成为中亚地区的一些恐怖力量。 此外,由于IS人员组成复杂,不少分局已经与某些国家存在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,这些背后支持的国家,可能会采取行动包庇部分人员。 最后,一些欧美志愿者也在IS中作战,这些人很可能返回自己的原居住地。 有着如此多的后路,IS也没有被彻底消灭,他们的力量只是被打散而不是彻底完蛋。 也就是说,IS组织绝对没有被斩草除根,相反他们很大一部分疏散成功。 除去IS是否被彻底消灭的话题外,特朗普宣称,美国彻底击败IS也明显有为事实。 美军空袭多年,IS越战越勇,四处攻城掠地,几乎是以颇足之势大变中东。 而俄罗斯空间军建入后,IS就像烟火遇上大水,势头一下子就被打了下去。 可以做出一个合理判断,华盛顿其实是利。 用IS打击自己的目标是利亚政府。 因此,特朗普号称是自己祭拜的IS,基本属于抢弓和吹牛的结合。 没有谁会相信特朗普的说法,但是这位总统后着脸皮非要这么说? 自然有其目的其一,特朗普即将面临2020大选。 现在正是为竞选造势的时候,宣称美军在叙利亚取得胜利,可以增加他的个人政治资本,为其争取国内民意支持,同时掩盖美国在叙利亚的战略失败。 其二,军费开支面临压力。 美军国防开销印如既往的大,甚至又在创新高的趋势。 这样下去才大气粗的美国都要顶不住了,削减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开支是必然趋势。 在叙利亚,美国已经失去了先机,俄罗斯占据了牢固的主动权。 精于计算的特朗普,更倾向于选择及时撤出,减少损失。 而要体面撤退,自然就要找一个光灭堂皇的借口。 宣称美军祭拜了恐怖分子光荣撤退,就是比较有面子的伙子。 最后,特朗普和美国高层,恐怕还在进一步观望,接下来,美国还面临诸多任务。 其中最大任务,就是对美国的战略夹想敌俄罗斯和中国进行物质。 美国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体收缩,从而在关键区域加强力量。 对于IS而言,当年的壮大离不开美国,而今转眼被美国抛弃。 这再次证明,与美国抛弦一气,就是玉虎谋皮,注定不会有好下场。 作者,刘魏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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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